可能夏天到了想吹吹风 哎呦这个 真的是伏笔了 长龙啊直接站山头 观察到了位置 想不后面 长龙哥感觉是站到平衡往后 回退啊有车想走 这个手里是把人给 撕掉了哎下车了 这个开车溜的把一号被打掉了 但二号被刚才确实是包不到二号位在车上 刚才一点点厕所其实是能呆的啊 还是要撞 要接车先打了一个鸣 买龙吃了一枪 拿火去封一下位置 啊也不一直指甲害怕被提前枪打 现在还非常老到这个买一龙 放到了二六 打一个立马回头 然后可以去要打血 又打一个马哥 他都没有打要直架 这不再穿 马哥才是马哥 还把鸣给拉起来 把武器抬到啊 这波落位狮子先被放倒 马哥能穿吗 血量打起来了 哎DSS着急啊 我DDT也混入到其中了 我欣赏机会去补人了 人被补掉了 看到了脚的位置 直到人就在这个阳台后面 想跳 哇 反打 就洞子打了个先手 妈 不过说实话这个 哪个选手如果没有被检测过的话 确实就说明你这个球当得不是很合格 太强了这个太强太容易被举报了 就你就摸上顶坡了 妹妹要上来了可乐就位了 黑猪还是一把迷你再看北边 哇黑猪把204给抽了 可乐也被发现了 可乐是被谁打的 我城里还有204的枪线啊 2014打了整个爱奇的背身妹妹被打残了 DDT前面是DT 然后再往前一点是RBS整个一条阵线防守 这边的话DT要先接DT 没有角度能丢道具啊枪线也施展不开 8根枪线包着 少了一个是还有7根 这 DT操作困难太低了 都在底坡 对倒了一个远点的4毛cc 看能不能把宁家打掉 要上车走 宁家拿了个高点啊这边 这一侧两辆车高兴少了只剩一丝血 人过来了要移吗 移成了 但高兴被打下来高兴血量实在太惨了 抽一枪就没了 马哥还在腿 是的 但看能不能再换点分数啊 拿个一分两分也可以 他在犹豫 他在看哎有人被蓝枪见倒了 马哥要补吗 出枪直接打了另外一个打的利技的出枪 把巨斧小杨给打倒了并且补掉了 本身MCD跟巨斧两支队伍就已经贴得很近了 他MCG可能会 XCG也可能会从赤身过来圈架 现在MCG陷入到了纠结之中 巨斧赶是赶不走的 圈面不是非常的好踩 圈行合的时候可能会吃到道具 但现在处境更简单就是I7了 他这个地方 两侧都有枪线 然后给你是踩住了这个房区啊 进点这边 YLG哦您是先前没放倒 被连打带不顺一个东啊 正好拉了一个反复的位置 可乐直接一发手雷扔进烟雾 但旁边这个雷的角度还可以啊 炸到了一些血量 再补一颗 YLG3玩太久了 出事其实是早晚的事情 我刚才看完以后 他的整体的任何的站位 既然已经被爱情捞到服务上 那出事就是早晚了 不过本局达到5分还可以 MCG选择了去往坑里面去 然后想要进攻XCG的厕所 这巨服这个位置一旦打起来确实会被劝 但是你去打厕所 自己的屁股不也会被劝吗 只要解决了够快就不会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仓配手雷的一波输出 连续的有放到信息 但是巨服已经落位了 人越贴越近 第一波出枪没打到人啊 灰灰的出枪 前面的几条有点小马 这MCG反应过来了 不是那么想要去强行吹正面了 就真被他打下来了 打下来之后可以直接拉回来接家了 而且人数上是有优势的 目前是一个局部的4打3 巨服人没有那么多 我傻了都为什么呀 天下武功为快不阔 你打得快这个问题就不成问题了 只要打得够快就可以回头防守 是的 这一刹两 两方护人手雷啊 看一下灰灰能不能扛住 这这一刹巨服就比较可惜 是灰灰刚刚出手没有把人给放倒 不然的话目前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反坡一直倒就在压 不舍得 不舍得打包 打包也特别的耗时间 有能让条跟绷带 回血速度还是很快的 再留一个道具 还没有效果 但已经顶到反坡上了 这个位置一旦顶过来 MCC怎么说 我又是一个头 还是拿步枪稳吧 灰灰的步枪 是有一手的 也是一个近距离的比较猛的突击手 雷炸脸了 还是没有倒 再来一颗火 MCC的位置确实还是有劣势在的 小朋友被韩二娃给放倒了 再拉过来又打一个 武弟弟的步枪 巨湖夜人打了一个 哎呀 侧面又一个步枪 他们这圈 他没有看到这个烟里有火 看不清的 这个看不到的 他现在在30分以上的队伍 小鹿给灭到了 这个圈是刷在了马路的中央 依旧是南北两边的阴阳全形 就刷在马路上 FORM稳住 这局机会很大 只要有一面刷完了 FORM就能上山劝架的 是的 主要是直接两个竞争对手 RBS跟这个DT 就已经没了嘛 那现在FORM的话就目前 前面KRG只剩最后一个 至少如果能把握住机会 能够拿到更好的顺位 看一下这 哎 这真艰难啊 想混个排名分这么难 哦小海 小海 海子哥啊 这一发打中了 在穿烟 怕被K主要 现在FORM太需要分数了 不会想要救吧 哦不至于 救人可太离谱了 东东今天打巨斧两人 倒到蓝圈里面去打一个冲击翼 侧面一波出枪 掀起一个头 再拉位置 圆点并没有枪枪干扰他 打了会会一些血量 开始跑位 换一个角度不是原来的 缺乏了 打的冲进还是很高 那巨斧两个人拉出 这波高打低 一航二把野章 东的这最后一份也拿下 四十队伍决入出来 目前是一个四打三 打二打二的一个竞技 等悟空没了 可是现在悟空也很头疼 悟空不让巨斧进圈 结果悟空还在抽降路给命 那这样巨斧就能抓到机会啊 巨斧只要开车 击倒了一个后 队友直接开车往进点去拉 有人在椅 一颗低滑的雷尸丢在脚下 然后一波夭射的出枪 双方一换一 再上了一个补枪 远远下枪 上了就无配了 能不能霍燕 找机会拿下淘汰啊 最后是一个四打二打一 因为毕竟是在掩体的后面 分彩啊 这会是把握住的机会 这场拉到近点 会会打成了残血 他的V2走向灰里带走 鼓励波枪 后面确定有一个 两颗雷 雷神 Gothby 没想浪费 直接开过来就野了 快乐起来了 最后的四打二了 管系波上面已经 出路上跑出来人了 看到了对手 然后对我过来补枪 这龙宗全直接拉到底 波要去丢道具啊 站起来继续聘合 没问题 龙宗全全放倒了别哥啊 剩最后一个 风风这个 孙生们也是被发现了 最后是4M 五个淘汰成功之机 这两局 队伍打得都好稳啊 而且是我们